女孩正在批照片 点开消除笔 第一步先去掉自己的大屋子 突然她感觉嘴角一痛 一边摸一边照了眼镜子 好家伙 屋子没有了 女孩有点不可思议地看向电脑 又把照片放大至半身 打算验证一下内心的想法 只见她点开瘦身笔 往腰的两侧向里推了推 低头一看 我的天 这不就有了纯纯四腰了 女孩高兴极了 拿起鼠标更加认真地操作了起来 气色不够 腮红来凑 一边给照片上色 她的脸上也开始出现粉色的腮红 两边对称后 女孩又照了照镜子 嘿嘿 真是相当满意啊 这不比化妆像得多 可突然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她的左眼珠似乎在慢慢变白 女孩又仔细看了眼镜子 再往电脑看了一眼 可不是会变白吗 电脑正在用消除笔涂抹她的眼珠 她急忙拿起鼠标 想要暂停这个操作 可不管她怎么移动鼠标 电脑里的消除笔 就是不听使唤 很快左边眼珠全部都变成了白色 消除目标接着又来到了右边眼珠 女孩急得不行 可也无可奈何 因为她现在已经变成了 双眼翻白的瞎子 她仅凭手部动作操控电脑 可还是无济于事 屏幕中她的嘴巴正在渐渐抹出 相应的电脑前的她 嘴巴也跟着消失不见 慌乱中女孩按下关机键 合上了电脑 站起身后仍旧惊魂未定 她摸了摸自己的脸 又看了一眼镜子里 还好还好 大家都在 就连屋子也没少 但经过刚刚 她似乎还是不知足 这不又作死地打开了电脑 竟还想继续操作 突然电脑屏幕一黑 上面映出的脸 赫然是什么都没有的自己 女孩觉得一定是 屋子里有东西不干净 立马关上电脑走出房间 来到阳光之下 想要开车出去避一避 可她不知道的是 就在她离开的同时 屋里的电脑正缓缓打开 屏幕上又回到了P图的界面 只见抠图笔围着她的头 画了个圈圈 伴随着删除键自动按下 屋外的女孩也直接断头隔皮 屏幕上女孩的头 也只剩下一个黑洞 真是画个圈圈诅咒你 看完短片 小编想说别用这作死软件了 快来试试咱们的美图秀秀 一见美颜毫不费力 你会拥有更美的自己 这个入恋师是个老变态 因为母胎单身40年的她 竟然看上了这局 因车祸去世 撞得稀烂的尸体 帅哥俊俏的脸庞让她心动不已 看见自己心爱的男人 却胳膊少腿 她怎么能忍 立马来到隔壁的木棺旁 上下打量了一番别人的手臂 拿起锯子就开始操作 一番推推拉拉后 她擦干净锯子上的血迹 看了眼墙上的时间 不错 还新鲜着呢 她虔诚地端起手臂 来到帅哥身旁 仔仔细细地装了上去 看着拼凑整齐的帅哥 女人心中很是满足 她正沉浸式抚摸帅哥的俊严 突然身后的目观传来一阵身影 女人毕竟工作了这么多年 不仅不害怕 还觉得对方打扰到自己的二人世界 于是揣起水果刀 就拿下了男人的小兄弟 做完环觉得不够 反手又缝上了对方的嘴巴 随后她依偎在帅哥身边 竟然熟睡了过去 突然她被一阵门铃声吵醒 来人正是帅哥男师的女友小美 女人看着小美 眼神中杀气腾腾 就如同她才是正派女友般 对小美充满了不屑与嫉妒 小美看到女人脸上的血迹 很是害怕 有些慌张地离开了 第二天 女人给小美打去电话 通知她来验收帅哥的仪容 很快 帅哥的下葬仪式就开始了 女人以帅哥样貌凄惨为由 跳过了参观仪容的环节 直接就将帅哥埋进了土里 到了晚上 变态入恋式身穿粉红芭比裙 她的旁边竟是本该已经下葬的帅哥 那么问题来了 被下葬的究竟是谁呢 镜头回到棺材里 一个女人惊慌失措的 打量周围的场景 而她不是别人 正是帅哥男师的倒霉女友小美 别的杀手用枪 而这个杀手用勺子杀人 她正是令人闻风丧胆的 勺子杀人狂 这个胖子已经被她追杀了一年多 她去哪里 勺子杀人狂就去哪里 怎么都甩不掉 杀人狂每天用勺子抱走她 导致她的背上 布满了轻轻子子的余痕 死都死不痛快 胖子决定反击 她用机关枪扫射 但对方一点事都没有 又拿出高架购入的迫击炮 本以为这下总算结束了 可杀人狂又再次出现了 没想到她那件黑色帽衫 质量这么好 火都烧不烂 时间回到一年前 这天胖子正在街上走着 突然一个勺子 就狠敲了她的后脑勺 她转身一看 一个涂了石金粉 熬了一年夜的黑衣男 出现在他身后 二话不说就开始攻击他 胖子一脸蒙逼 拿刀防身刺向男人 可诡异的是 男人不仅没死 血还是黑的 并且从此以后 还就跟上了胖子 无论他在做什么 不管他去到哪里 就算是洗澡 亦或者外出游玩 勺子杀人狂依旧穷追不舍 不断用勺子敲击她的身体 虽然每次被打也没有多疼 但被随时随地地敲打一年 是个人都会崩溃 她的身体全是瘀青 甚至连牙齿都被打掉了一颗 她想办法逃跑 但执着的杀人狂 还是没有放过她 胖子举起电锯示威 但杀人狂一点不慌 一个飞勺过去 胖子一个不稳 电锯直接和大腿来了的亲密接触 一不小心就和孩子说了再见 最后胖子实在没有办法 她沿着公路一直奔跑 试图消耗杀人狂的体力 好摆脱掉她 可没想到跑了九个小时 胖子先体力不知倒下了 脸上也布满了勺子留下的伤痕 连皮肤都开裂了 就在这时 勺子断开了 胖子看到了一线生机 没成想 杀人狂的下个动作 就直接了断了她的希望 只见杀人狂从备用勺里 拿出一个新勺子 直直地砸向了胖子 影片到此就结束了 试问一下 假如是你 能够忍受每天将近两万次的敲击吗 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你的答案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三个小短片希望大家喜欢 欢迎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